当地时间12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参加国家所需香港机遇主题活动时指出,香港的厂商企业在过去40年,助力国家改革开放贡献良多,对香港产业和经济也带来正面影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代,香港厂商企业应该要继续发挥作用。 回忆起40年的征容岁月,梁振英谈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到内地讲课,看到很多首批到内地投资的港商老板和老板娘组成了夫妻档,亲力亲为,这种精神令他感动。 他认为,香港与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因为香港厂商企业的参与,踏入了一个新台阶,同时香港将工业迁往内地,为香港腾出了大量的土地,释放了过百万人的劳动力,促进了香港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香港厂商利用改革开放的新条件,摸住一块又一块的石头,走过一条又一条的大河小溪,逐步转移到内地,减低生产成本,广大生产规模,走向更大的市场。 梁振英表示,香港厂商企业在过去40年取得的成就是骄人的,对国家做出卓越贡献,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充满了酸甜苦辣,是企业家们付出辛勤劳动的结晶。 他可以负责任地讲,香港的厂商在过去40年不负于大时代,不愧于子孙。 梁振英谈到,过去40年,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满足国家所需的课题上,香港厂商有亮丽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希望香港的企业家未来能为自己的事业,为香港,为国家继续发挥作用。 梁振英认为,深圳在过去40年多次成功转型,而且不断踏上更高和更广阔的台阶, 如今香港企业应该紧握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促进香港城市产业升级转型。 今日,国家的全面深发海格开放为大家在内地成功更有利的经验环境。 越国澳大湾区已经有条件成为香港厂商一日轮回,每日轮回的经验区。 要掌握这些机遇,我们要身体练合,走出香港,托付此野,扩大人民区。 活动云起了200多名香港工商界及社会领袖,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谭铁牛,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副特派员宋如安,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原全国政协常委陈永奇和武书卿出席, 活动还发布了书籍《中国改革开放的拓荒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